哈囉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詹姆熊 熊哥 那我們這集要來講一個人到球館去練球的時候 要練些什麼的 Part 2 第二集 那在上個禮拜這個有冬至 還有這個耶誕節 大家應該過得滿溫馨愉快的 那前幾天也剛好台北市 這個舉辦了一個中正盃的游泳比賽 游泳協會辦的 那我女兒她今年小二 小多多 那這個才參加幾個月這個學校游泳隊 本來是培訓班 結果沒想到老師一下子把她升級到 當校隊去比賽 嚇一跳 而且還報名了其中有兩項是屬於碟士 那她一個個人比100碟 那以前我曾經也是當過游泳學生 那這個100碟 這個小二才八歲 而且而且才去幾個月要讓她這個報名 我覺得我們小女兒是勇氣可嘉 我覺得教練更大膽了 那我也擔心了一下 因為她那個水深很深 怕游不完 那我覺得這教練非常好的一個觀念 第一部分讓她去勇於挑戰 她認為她的體力 肌耐力夠 那第二個是我非常欽佩的那個游泳教練 她說你怎麼游 當然絕對不可能游好成績 才小二 雖然都是分零 但是其他有可能幼子園就已經游得很厲害了 那她說你秒數不要管她 但是你就認真做好每個動作 基本動作 所以這個教練是非常非常 符合我個人的想法 我相信也符合大家的想法 任何的運動 基本動作很重要 好 那我們在第一集又講到說 我們練的幾個項目 那我們第二集就針對下賽 好 講到練習 我們子球母球同一個點 子球這個顆星點 兩個球的位置 母球放在這一個角點 那剛好是這個顆星 跟這個顆星 跟這個中線的交界點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說明 待會我們還有幾個位置 好 那我個人十之八九 大概幾乎都會下賽 那看每個人下賽的頻率 我們都知道你有些球用下賽 可以做到那個位置 那有些不用下賽用高低竿 AK點力量也可以做到同一個位置 那就完全看個人習慣 就算您不喜歡下賽 但是打撞球 至少六七成以上都會用到下賽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您就可以先練習順賽 順賽來講的話就是 以這個角度來講 右賽順賽 我們都知道下賽有分小賽中賽大賽 那您就第一個先練習小賽 當然我們就抓兩顆星 那您就練習小賽一點鐘 它大概是會跑到哪裡 抓兩顆星的位置 然後再來一個中賽大賽 那我現在就打一個大賽 一點鐘大賽 那就可能到這裡洗袋 好 那您這樣練習還有要觀察什麼 第一個觀察你的AK點 是不是送得很順 你的A是不是都是E 那你K是不是都一樣 那因為你一點鐘同樣打點 你小賽中賽大賽 它跑的第二顆星位置一定會不一樣 再來要觀察什麼 觀察就是說我今天在這個球台 今天潮濕度跑是這樣 我今天到另外一個球台 乃至於您可能會參加比賽的話 您也要去判斷一下 我在我熟悉或今天這個球台 A球台是這樣子 我B球台可能到這裡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您在練習的時候 回到我在第一集講到 我們寧可用心的練習三十分鐘 也不要漫步精心的練習 一個小時又三十分鐘 您那一個小時是浪費的 所以我們在練習的時候要投入 如果說您包台兩個小時 那您如果半個小時練了之後 你後面第三十一分鐘 你覺得不想練 那不要練 您就是打好玩的都沒有關係 這樣了解意思嗎 練習就跟我們讀書 要考試一樣 我們要專心 才會有事半功倍 好 那再來我剛剛講的這裡 那再來你第二個顆星點 一樣也兩顆球 我事先畫好一個記號了 一樣兩顆球的位置 那母球在哪裡呢 母球一樣 這邊是 一二兩個顆星點斜線 那這裡就是 對不起 兩個顆星點斜線 一二 兩個顆星點斜線 這邊也做好一個位置 這個角度跟剛剛的角度一樣 但是它距離會稍微遠一點 那您也可以做這樣練習 一點鐘或兩點鐘 您自己這樣練習 看母球到哪裡 這樣了解意思嗎 小賽中賽大賽 好 再來 我第三個位置在這裡 好 那一樣 兩個顆星 抓這個角度 好 剛好在球台正中央 那您一樣 做練習 那因為這個距離稍遠 難度比較高 因為這很簡單 它一下就近了 這稍微困難一點 那這更困難 那您就要練習 母球的精準度 還有你的打點 我一樣都一點鐘 好 我就要判斷一下 我到哪裡去 這樣了解意思嗎 那您用做這樣的練習 您就可以來判斷 我的母球第二顆星到哪裡 那我一點鐘練完練 兩點鐘 母球打點兩點鐘一樣 小鐘大賽 然後三點鐘 四點鐘 五點鐘 這樣了解意思嗎 我們這一點到五點 都一定是有下到賽 它不是正中央嗎 好 那您這個練完之後 再來練什麼 一樣 我剛剛是順賽對不對 我再來練一個 反賽 左賽 左賽一樣 十一點鐘 也是抓兩顆星 到哪裡 到這裡 對不對 那我現在練 我剛剛是十一點鐘 對不對 那我現在就練一個 十點鐘 十點鐘更賽 到這裡 對不對 那您就可以再練一個 九點鐘 之類的 您就練大賽 所以十一點 十一點 九點 您就這樣來去做判斷 那當然 您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就練習我的A點要1 K點 就調整兩顆星的力道 那您這樣練得有星得之後 再來給它一個變化 可能C一點 比如說1點半 2點半 然後再來一個 力量可以加大 比如說我現在這樣子 你力量加大 A點一樣1 我力量加大 我現在是抓兩顆星 我現在想要走N字形 那我現在這個球 想要過這裡到那裡 我可能就是一個三顆星 那我四點鐘位置 那我就抓力量 變成三顆星 對不對 那剛剛那是離帶口比較近的 那我現在離帶口比較遠的 這個角度 我一樣走1 2 3 我一樣走1 2 3 三顆星 那我就要抓一下 那我就到這裡 剛剛是走這裡 現在走這裡 對不對 那這樣來這裡 這裡一樣也是有N字形三顆星 也是可以練 那這難度又比較高 因為它離帶口又更遠了 對不對 那我現在走這裡 看怎麼走法 對不對 最後可能洗帶喔 4點鐘 有可能洗帶路線 對不對 那你這樣就可以判斷 喔 我這樣有三個點 讓我去感受 我先抓一個小賽 中賽 大賽 然後再來一個練反賽 然後再來我 兩顆星的力道完之後 我走一個三顆星N字形 我就粗烈的可以知道 我這母球要去哪裡 再來一個 那就是要去體會 我今天比較潮濕 這球台布新或舊 我今天同一個球場 我在門口 門開來開去 關來關去 煮桌它比較潮濕 我到裡面 這個地方冷氣比較足 那同樣球台同樣布 但是裡面可能比較乾燥 分離角會不一樣 那個都牽扯到經驗 跟那個 你慢慢會了之後 時的技術增長了之後 再融合經驗 你的判斷會更精準 好 以上就是今天 熊哥撞球教室 第二集自主練習 那後來我發現 這幾天想一想 我說三集 我覺得三集不夠 好 不管怎麼樣 今天就是第二集 那希望各位能夠 這個喜歡 而且能夠 有一些心得 好 一樣 疫情有點怪怪的 保重平安